鬼谷子,姓王明许,又名王禅,号为玄为子,他是战国时候十分有名的人物,因为在他的额前有四颗肉质,所以又称鬼素之相,他是著名的谋略家,道家的代表人物,众所周知,鬼谷子身为谋圣,有很多人生的真谛都被他参透得很明白,尽管他生活的年代到限, 现在也已经有了两千多年了,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讲的话,就算是放到我们现在的,社会仍旧是很适用的,从小老师和父母都教育,我们做人一定要老实,做事情一定要踏实,脚踏实地,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越是老实的人在社会中就越是容易别人欺负, 有时候,老实人,甚至是成为了无能的贬义词,而谋圣鬼谷子认为,单纯老实并不是自己的错,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得成功,那么你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心中有数,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心思。 城府,鬼谷子表示老实人之所以没有出席,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八个比较明显的弱点,就是因为这些弱点总是被人占便宜,过分的谦卑有人可能会,说谦虚不应该是优点吗? 没错,谦虚确实是优点,但是过分的谦卑就会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太低了,这样一来在别人的眼里,你这就是自卑的表现。 老实人的这个弱点,经常会让摆在自己眼前的机会白白的丢掉,也会为此让他人占尽了便宜,没有功利。 新老实人比较喜欢安于现状,觉得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挺好的,不积极进取,也不想要争取更好的,比较容易满足,所以说想要上一个台阶就比较困难。 而且这样的一位人在进入工作中的时候,并不会得到老板的欣赏,心肠太软,优柔寡断不管是在古时后还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,如果做事情总是优柔寡断,做什么事情都是婆婆妈妈的,完全不果断。 那么在别人看来,这就是懦弱的表现,总是犹豫不决,就会失去很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 过于善良善良是一种美德,这句话是没有错的,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太善良的人往往是会被欺负的,这样的人会常被人利用。 老话说得好,人善被人欺,善良也会有度的。 太清高俗话说得好,水至轻则无余,人至轻则无有。 这句话说得很正确,老实人的性格一般都是很明了的,他们不想和他人同流合污。 时间久了,他们就会慢慢地成为边缘人,根本就没有办法参与其中,所以太清高也是不好的。 毫无心机一般情况下,老实人都是比较单纯的,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,别人说什么话都很容易相信。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,老实人总是会被其他人占便宜或利用,容易原谅如果有人对自己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,并且是伤害到了自己。 老实人常会选择习惯性地原谅他人,但是如果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原谅,那么这样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好欺负。 这样以来就会让一些人觉得即使是对你做了神,或不好的事情也没有关系,反正你是会原谅他们的。 缺少气场老实人常常不愿意和其他人发生什么矛盾,遇见事情如果可以忍让就会选择不争论。 时间长了,就会给人一种完全没有气场的感觉,说话完全没有什么分量。 其实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,如果把大好的时光都花,再如何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功名利路。 并且为了可以达到目的负责手段,做尽伤天骇礼的事情,那么还不如做一个单纯的老实人,至少这样可以使自己活得心安理得。 不愧对任何人,也不愧对自己,只管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。 上述观点和剖析您赞同吗? 吹银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看一下这海边 che准备点错识了说话。